这些只有在电影里才有的画面 今天却如此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看着那么多人都在为挽救爸爸的生命而努力 眼前令人激动的情景 让我和妈妈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有多淳朴 唐里一个科长患了尿毒症 需要换肾 职工就自发排队配行捐肾 就让科长的妻子和女儿着实松了一口气 总算有希望了 尤其是女儿 不用再挣扎要不要把自己的肾换给父亲了 她也终于有胃口吃饭了 要半斤饺子 两个馍 烂牛肉 还有花椒铁子 花椒 不过了 不过了 麻花莎得到了常理帮助后 一嫂之前为父亲担心病情的那种阴郁的心情 她到食堂打了两婚一宿 高兴地抱着和饭跑去了心上人高原的宿舍 想和她一块庆祝庆祝 而高原就看到了麻花莎拿了这么多好吃的后 也不问她是因为什么 就摩拳擦掌地准备吃饭了 哇花莎太棒了 这么多好吃的 有狠起 真是善解你 高原抄起一块牛肉就炫进了嘴里 一边嚼 一边说自己有个大喜事 马花莎问她是什么是这么高兴 录取了 高原拿来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和马花莎兴奋地抱在了一起 而马花莎还没替自己高兴 就先替高原高兴了 这场庆祝也由为自己的父亲庆祝 变成了替高原庆祝 等为高原庆祝完 马花莎才说了场里的人为父亲配行捐赏 全部都到医院去了 就连部署鱼场职工的陈大明也去了 陈大明啊 他还真会凑热呢 就是说啊 他还真热心 高原对他们那些自我感动的人 很不以为意 说他们就是去了也是白去 背心捐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马花莎说那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 我本来以为就只有我愿意给我爸捐赏 高原一听马花莎也要捐赏 他宁可严肃地提醒他 要多考虑考虑 是 是人体最重要的两个器官 虽说他有两个 但你也不能随便拿掉一条 高原说完 就开始祈祷千万不要是马花莎配行成功 而高原这种自私的想法 也没能让此时的马花莎对他产生厌恶 反而觉得高原是在为自己担心 就使得马花莎对高原更加难以自拔 我知道你心疼我 马花莎已经把老父亲的病暂时汪汪了 他只想跟高原多待一会 他还问高原过年的几天 能不能陪着自己在医院过 高原堂塞了两句就过去了 接着两人合得越来越多 有点上头 马花莎害羞地坐到了高原的腿上 这一次的请求他跟自己一起过春节 高原见度不过了 只能暂时先答应马花莎 会一起跟他在医院过春节 马花莎乐坏了 此时的他 已经不会被任何烦恼影响到了 然而医院里 配行结果出来了 只有马花莎 乔小钊和陈大明的父亲身缘匹配 乔小钊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他觉得马花莎太年轻 还有美好的未来要走 而陈大明的父亲马上要再婚了 更不能用他的肾 然后乔小钊就瞒着所有人 擅自做了决定 要把肾捐给马永山 而常理的人知道马永山有匹配的身缘了 全都松了一口气 好兰荣和马花莎更是激动坏了 唯独乔小钊内心忐忑不安 他怕自己万一出一点意外 最后还是把自己要捐身的事 告诉了女儿齐乔 这让齐乔本来高兴的心情 一下就抑郁了 不行 肯定不行 那怎么能行呢 不管怎么说 我就要跟他让你去捐身 乔小钊说 那你就愿意马花莎 跟你一样以后没有爸爸了吗 好阿姨跟你妈一样 手半辈子的寡妈 然后乔小钊好说歹说 才终于让齐乔接受了他捐身 而齐乔趴在母亲的怀里 感叹母亲命苦的一生 他却什么也做不了